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維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東京定時餐廳五選 首先就從位在澀谷的滴滴四七食堂開始吧 家店特色是用了47個道都府縣的特產 比方說齊富、長崎、島根縣、湘川、富山西域 這都真的地方喔 簡單的說就是來自日本各地的特色食材 家店是在台湖公司的華拉樓 所以可以看到整個社群的城市景 我點的是來自岩手縣的巨峰葡萄汁 鐵耳蜜 這是來自富山縣的玉子燒 好香喔 它這個玉子燒跟我平常吃到的比較不一樣 它彈性十足 不會那種很鬆散的感覺 而且它應該沒有加過多的那種糖去調味 吃到的是比較溫存的雞蛋的甜跟香 我點的是吉福縣的炒雞肉定食 然後你跟高麗菜一起去炒的 然後加上一個味噌 這雞肉要非常有嚼勁 然後味噌也蠻好 搭配起來很好吃 這個是阿吉菲萊定食 然後它上面有搭配這個塔塔醬跟檸檬 它這個魚排啊就是皮膚會很紅然後很脆 搭配這個塔塔醬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清爽剛剛好 是阿吉菲萊定食 魚類料理文竹的佐渡料理 前菜的蔬菜是主廚的媽媽從佐渡寄來的無農藥蔬菜 前菜的蔬菜是主廚的媽媽從佐渡寄來的無農藥蔬菜 首先把鮪魚配飯吃 它這個鮪魚阿不是一般吃到的生魚片的味道 它是有點像醃漬過的熟成的魚 所以味道呢比較有層次 再搭配這個胡麻醬非常的香 接下來把剩下的白生魚 跟茶還有飯倒在一起 做成茶泡飯 這個茶泡飯阿吃起來非常的香 因為它那個茶綜合的是它那個高湯的味道 帶有茶的清香 然後可以吃到一點它那個炸的米 然後還有配上這個魚肉 整個雖然清淡 可是味道非常的足夠 這家店的中午是以定食為主 我們點了炸蝦定食 還有豬排定食 這家店感覺有日劇裡面大眾食堂的Feel 炸蝦定食來囉 你看這蝦子超級大的 喔這個皮感覺超脆的耶 我們現在來加炸物的豬排醬 再加一點炸物用的芥末 這個蝦子阿麵衣不但炸的很酥脆 而且蝦子本身吃起來也很有彈性 感覺很新鮮 這是我點的日本的零SPF豬排 我點這是瘦肉阿 所以吃起來非常的扎實 然後不是很油 這麵衣本身很脆阿 然後口感非常的不錯 這麵衣本身穿飯的來源阿 就是在江戶時代來自身穿的漁夫 在他工作空檔的時候 用大蔥 然後還有蛤蜊做了一個蓋飯 就有點像今天的便當喔 那我來吃吃看乾的蛤蜊飯 這道吃起來還蠻清淡的阿 沒有什麼蛤蜊的腥味 然後反倒呢 配上蔬菜吃起來更好吃 這道吃起來還蠻清淡的阿 那我來吃吃看乾的蛤蜊飯 那我來試吃一下這個湯的生穿蓋飯 這碗湯的生穿飯阿 吃起來相較於乾的 味道就比較濃厚 你可以吃到它的那個蔥的甜味 然後有一點蛤蜊的海鮮 然後跟香香鹹鹹的感覺 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下飯 我們現在到了阿米亞東京 要用晚餐囉 我們今天要點的是這個 阿米亞的飯的套餐 然後它這邊有非常多 不一樣的主餐可以選擇 這家店的特斯拉是餐廳的外面 裡面有一個商店 然後那個商店外面有很多食材 所以我們所吃的都有 外面的食材 應該很新鮮 我們的前菜三樣來囉 分別是獅魚的生魚片 然後有炸的天婦羅蔬菜跟魚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沙拉 試吃一下生魚片吧 這魚吃起來還蠻鮮甜的 然後配上它上面撒了一些海苔 我覺得吃起來的體驗還蠻特別的 現在揭曉一下我們今天一個超級特別的土鍋的拌飯 這個是加了香菇 然後另外還有魚肉的拌飯 這個是白飯喔 然後它剛剛攪的過程 就看起來非常的香Q 因為它這個飯本身就是一道料理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帶大家來試吃一下飯的口味 好香喔 哇 這個飯 這個飯 好好吃 這個白飯啊 是我來日本兩年吃到最好吃的白飯 第一個它吃起來非常的鬆軟 然後彷彿可以吃到它的那個 就是整個米啊 還有那個水質非常的透徹 所以吃起來有一點點就是甜 而且還有回甘的那個厚勁 真的太好吃了 接下來來試吃這個 有香菇 然後其他的菇類 還有拌了魚肉的土鍋拌飯 嗯 喔 這個也非常的好吃喔 這個飯啊 吃起來多了 比較多就是有層次的味道 可以吃到它的香菇 的那個香味 然後還有它的魚肉的鮮甜喔 接下來吃這個加了醋的醬的豬肉丸子 嗯 然後你有牛丸這個 喔 它這個豬肉丸啊 非常特別的是 它外皮是有炸過的 所以外表是酥脆 但是 你把它咬開之後啊 裡面的豬肉非常的扎實 而且呢 吃起來沒有任何的腥味喔 而且它真的超好吃的喔 我覺得這家店啊 完全體現了就是日本料理 有某一個精神就是 真的是保持食材的 百分之百的原味 然後就用最少的調味 去點出它的金黃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 東京定食餐廳無選啦 下次見囉 掰掰